现在时间6月27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 尤其在下午整个市场由绿转红 很多投者其实现在心已经放下了 这个位置是不是第一点 我们在前期也多次强调过 是由弱转强 尤其我们重点指出了2950点 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大的支撑位 我们先回看一下昨天晚上见 欧美市场表现 道学路上涨0.04% 纳达路上涨0.49% 标拍指数上涨0.16% 英国 德国 法国分别出现不同层次下跌 恒生指数昨天收涨0.09% 中概股方面昨天收涨0.69% A50指数收跌0.24% 值得一提是昨天晚间 我们看到美元02人民币的汇率盘中 一度是贬值到7.3%之上 这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带 那么突破之上 我们要留意一下外资今天的表现 同在昨天我们看到 美元指数也是一个强势的上涨 美元上涨 人民币的汇率贬值黄金 我们看到在昨天同样形成一定的回落 对于今天的A股市场 我们怎么来看 从结论上 我认为底部已经是见到了 也就是这个位置2933点 昨天从K线结构图上走出一个穿头破价的阳线 那么后市我认为将震荡走高 从浪行级别上 其实我们在前期多次强调过 2635点连续反弹到3174点 是一个大级别的一浪上涨 一浪上涨结束之后 往往是由三波段组成 也就是二浪的回特 这是一个二浪A的下跌 目前正在运行是一个二浪B的反弹 反弹的力度 重点我们要看一下量能 在近期我们重点强调房地产板块的底部 基本上已经是显现了 昨天晚间北京楼市出大招 首付比例从30%降到20% 而且贷款利率从4.05%降到了3.5% 那么今天要看一下房地产板块 有没有继续的上行 从在昨天我们也看到TMT板块相对的表现不错 有超过16家个股是涨停的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OpenAI 从7月6号开始停止API的接口 所以说对于我们国产大模型的替代是有帮助的 以及英美达在近期持续了一个上行 在昨天收涨0.25% 所以说预计今天反弹能够持续 我们看一下房地产板块的表现 包括证券表现 以及我们要关注一下TMT相关的表现 外资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下 会不会由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形成一个继续的一个流出 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所以说综合而言整体市场将展开一波反弹 关注我们持续跟踪市场 并请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三个六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所以说对于今天行情我仍然是积极乐观